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国家能够改变这个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 那么也就是它是大国情况 那么我们说的关税仍然是进口关税行为 我们这里在分析的时候 仍然以重价税为主 也就是说真的是关税税率 那么大国征收进口关税来讲 我们需要注意 由于它引起了国际市场价格的改变 又是在进口行为中出现的 那么通常来讲 进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来讲 一般会出现下降性结果 那也就是说进口产品的价格下降 那这样的话我们使用一个概念 就是贸易条件 所以国家的贸易条件会出现一个变化 出口产品价格与进口产品的价格比 是贸易条件 那进口产品的价格一旦下降 该国贸易条件应该是改善的 那也就是说来讲 该国福利实际上有个增加的力量 那这样会形成一个定理 这个定理我们通常称它为 斯托尔帕萨米尔森定理 这个定理很简单 指的是 征收进口关税以后 会有利于进口部门 密集使用要求所有者 它的报酬会出现上升 这是因为一般来讲 征收进口关税来讲 进口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 会出现上升结果 那有利于进口部门的整体生产情况 那它的密集使用要求的所有者的报酬 就会出现上升结果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斯托尔帕萨米尔森定理本身是有例外情况存在的 这个例外情况我们在本知识典里面不再进行多说 那么我们看一下大国征收进口关税 到底怎么出现的国内市场价格的上升 和国际市场价格的下降 那么对于国内总体福利的影响情况如何 以及对于国际市场的影响 又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大国的局部均衡分析中 国内市场图的分析 然后再看国际市场图的分析 首先我们看一下国内图 这是本国的供给曲线S 国内的需求曲线D 那么如果本国是进口国的话 那我们清楚 本国国内的消费者 他所面临的供给 可不是只有本国国内供给 换句话说 国内的供给是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的 那需要来讲呢 国际市场给他提供一部分 来满足国内的需求情况 那也就是说 国内的需求所面临的供给 来源于两个情况 一个是国内的供给 一个是国外对于本国的供给 那国内的供给 一般我们写成SH S代表的是home 就是本国了 那外国对本国的供给 那就是SF线的情况 那么通常来讲 如果是两国世界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国外对本国的供给 实际上就是出口国的那条出口 供给曲线 那个出口供给曲线的 我们说的最低价格 就是出口国封闭时候的 国内价格 那这样 出口国给的出口供给曲线 以本国的供给曲线 两线叠加以后 形成的就是本国消费者 所面临的总供给曲线 那就是图中现在的SH加上SF这条线 这条线形成以后 我们知道在开放经济情况下 没有任何贸易壁垒的时候 供求要平衡 那也是本国消费者面临的总供给 与它的需求曲线两线相交 决定此时的市场价格PW 这个价格既是国内市场价格 又是在自由贸易的时候的国际市场价格 那也就是说在税前 国内价国际价都是这个PW价格情况 按照这个价格 国内的供给量是在图中的SW 国内的消费量是在图中的DW的情况 那么DW和SW之间的差 就是此时这个国家的进口量大象 MW 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国际市场 这个PW价格情况下 那个SF曲线所对应的出口国的 出口供给量大象 那也就是此时国际市场的出口供给量 进口需求量应该吻合 在同一个国际市场价格的时候 它是一致的 这是在税前的情况 没有任何贸易壁垒的情况下 应该是这个结果 但是此时来讲 这个国家对于进口产品 征收了一个费用 就是我们说的征了进口关税 比如说征了50%的关税 那我们需要注意 征了进口产品的50%关税以后 图中的这几条线里面 我们需要注意 第一条线就是第几条线 国内的需求线肯定不动 因为对它没有任何影响 它不是贸易品 所以对它没有影响 那国内的SH这条线呢 当然也不动 因为是国内的生产 不是国际市场的 但是会影响哪条线啊 会影响SF这条线 就是出口国 像进口国的出口供给曲线 会发生改变 那条线来讲 会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情况下 那么所对应的数量的这个情况 发生了一个逆转 也就是说 在固定数量所对应的价格 它要征税了 对应在各种数量的时候 所对应的所有价格 都要涨税率的百分比 如果像我们说要涨50%的话 那我原来一的价格会涨到1.5 二的价格会涨到3 那也就是说 这条价格线会怎么办 会向上移 而且变得更陡一些 稍微更陡强 那这样的话来讲 国内消费者所面临的总供给的话 除了国内的供给 还要再加上一个加税以后的出口供给曲线 那这条线会比原来的SH加上SF 这条线要靠上 往上移 变得稍微抖一点 形成我们现在图中看到的SH加上SF加T 这条线 那这样国内消费者所面临的总供给这样形成以后 国内价格出现 就是图中的PT的情况 那么国际市场价格怎么办 我们知道SH加上SF加T的这条线 就比SH加SF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税吧 所以按照那个均红数量 也就是说在PT这个价格情况下 消费的数量DT形成以后 DT那个线向下延伸到SH加上SF那条线上 会对应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就是国际市场价格 PW一片 那么也就是说 大国征收进口关税之后 内外价格确实出现了分离 国内市场价格上升 国际市场价格下降 而原来一样的内外价格 就税前的内外价格 这个PW我们就看不到了 那么此时我们征的税 这个PT是对于PW征的 那也就是PT应该等于PW 乘以1加50% 应该是这样的 那这种情况下 国内的供给很明显 由于国内市场价格 从PW上升到了PT 供给量从SW上升到了ST 所以形成了我们所说的 生产的效应 那么消费数量来讲呢 出现了减少 从DW降到了DT 那么消费数量减少 也引起了消费的效应 由国内生产的增加 消费的减少 同时有第三个效应出现 就是我们说的贸易效应 这个贸易量 MT是要效于MW的 那么它比它小的程度 其实取决国内生产的增加 和国内消费的减少 换句话说 MW减MT 应该等于ST和SW的差 与DW和DT的差值的和 那么这样 我们说政府获得关税收入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 政府的关税收入的税额大小 应该是PT减去PW匹 这个差是我们现在的单位税额 再乘以MT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把各面积画出来的话 那我们注意 此时的关税总收入 是两个长方形面积 是图中那个绿色的长方形 C和那个深蓝色的长方形 E 是这两波面积的核 那么此时来讲 国际收支效应 第五波效应也会出现 那么也说进口额出现了下降 原来的进口额是PW乘以MW 现在的应该是PWP乘以MT 波及贸易量少了 价格也低了 所以进口额的下降幅度非常大 那么此时来讲 大国征收进口额关税以后 本国总体福利的变化 我们看一下 此时仍然是三方利益 生产者 消费者 政府 以及国家总体 那么在税前税后 和它的变化情况 我们依次来看一下 大国征收进口关税以后 我们说国内市场价格 是从PW上升到PT 那在原来的PW的价格水平情况下 比如在税前 我们说生产生产也很简单 PW价格线以下 供给曲线S以上 中间夹的是左下角 绿色三角形A 那么消费者剩余 是PW价格线以上 需求曲线D以下的全部区域 那么应该是五部分面积 粉T型 这个时候我们设的是F 黄色三角形是B 中间的绿色的长方形是C 紫色三角形是D 还有上面那个大蓝色的G 是这六部分的 总和形成了国家总利 因为此时政府的收入是0 所以生产者一块 消费者五块 政府是0 所以国家一共是六部分面积 但是税后 国内市场价格到达了PT 所以这样来讲呢 生产者剩余变成两部分面积 左下角绿色的A 和那个粉T型的F 但是此时的消费剩余 就剩下一块面积了 就是上面那个大的蓝色的G 但是此时政府的关系收入 是两个长方形面积 是这个绿色的长方形C 还有那个深蓝色的长方形E 那这样国家总体几部分啊 五部分 就是A F G C E 五五分之合 那这样 征收关税以后 我们知道 生产者剩余多了粉T型 消费剩余丢了四块面积 粉T型的F 黄色三角形的B 绿色三角形C 紫色三角形D 但是政府多了两块 就是绿色的长方形C 和深蓝色的长方形E 那么这样来讲呢 消费者丢的四块面积中 粉T型被生产者拿走 我们所说的 绿色的长方形 被政府拿走 那么有两个三角形 是无为损失 但是注意 政府还多了一块面积 就是那个深蓝色的 长方形面积 那么也就是说 大国征收进口关税以后 生产者总体上是受益的 消费者是受损的 政府获得关税收入 而国家总符类变动 是不确定的 虽然由生产消费的影响 因带来无为损失 但是由于有一个 政府的额外好处的存在 那么导致本国总体福利变动 不确定 那也就是说 大国征税不一定是有坏处的 那个深蓝色的长方形E 部的面积 如果比那个B加地 部分的面积要大 那么大国征收进口关税 本国福利就是上升的 所以这个我们通常成为 贸易条件改善乱 就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采取 关税币来有可能给本国带来福利的增加 但这里有个问题 这个福利的增加 就是那个深蓝色那个长方形面积 到底哪来的呀 我们通过国际市场图分析一下 就能找到它的来源 实际上来源于出口国的损失 我们看一下这个国际市场图 国际市场图里面来讲 出口供给曲线 SX线 进口需求曲线 DM线 两线相交 决定在自由贸易者价格 就是PW 贸易量是图中的MW的情况 实际上就是这里写的QW 那么大国征收进口关税 是进口国对出口国征税 所以这样来讲呢 出口供给曲线 SX线会向左上方移动 所以这样来讲 进口国进口价格 从PW会上升到PT 那么同时出口国的出口价格 会从PW下降到PW1P 那这样来讲 我们可以发现 在国际市场图分析中 消费者声音生产声音都会改变 那么第三方的政府 是进口国政府 所以进口国总体福利 是这个进口国政府的关税收入 再加上消费者声音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过程中 福利变化情况如何 在税前 我们说国际市场价格 是这个PW价格 贸易量呢 是图中的QW 此时的生产者声音 也就是说出口国的利益 是三部分面积 左下角T型A 长方形的面积 是那个红色的长方形面积E 还有就是那个 绿色的三角形是D 这个是三部分的核 是我们所说的生产者声音 也就是出口国的好处 那么此时的消费者声音 是PW价格学性以上 需求取权以下的三块面积 其中是那个蓝色的F 还有那个白色的长方形面积C 还有那个紫色的三角形 实际上是B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消费者声音 也就是说是进口国的好处 那整个世界的总福利来讲 就是这六部分面积的总和 但是现在注意 我们进口国征收了进口关税 那么这里的消费者生余 就剩下上面的F了 那么生产者生余 就剩下下面的A 那么政府拿到了中间的 两个长方形面积 就是那个白的 我们所说的C 还有那个红色的长方形E的情况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出口国绝对受损 它丢了两块面积 一个是红色的长方形 还有一个那个绿色的三角形D 这两部分都丢掉了 但是生产者来讲呢 丢掉了两部分面积中的那个 红色的长方形面积 实际上是被政府拿走了 那也就落在了进口国手里 进口国在征税以后 它的福利来讲呢 除了我们的消费者生余的那个F以外 还有政府收入的两块面积C和E 也就是说它的变化 应该是多了E 少了那个紫色的三角形B 那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 进口国福利的增加 实际上是因为它从出口国那里 抢走了那个红色的长方形面积 那也就是说 它是以牺牲的出口国为代价 使进口国的福利变动 不确定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涉及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也就是说世界福利是受损的 牺牲了出口国 使进口国利益变大 那这个进口国的利益的增加 能不能被出口国所允许啊 如果出口国损失过大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所说出口国可能会采取贸易报复主义 那也就是它也会抢夺这个税收的好处 它也争出口税 那这样的话 两国如果都征税 贸易量减小就非常大 那也就是会出现两败俱上 福利的损失会越来越大 所以大国在征修进口关税的时候 虽然有贸易条件改善带来的福利增加 它会从出口国那里拿走一部分好处 但是前提条件一定是贸易对象国不报复它 这样才能够顺利拿到它的好处 关于大国的关税的福利分析结果 我们就到这里 今天的知识点的讲解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